蔥油餅煎到膨起來金黃焦脆 肉排香氣四溢 再配一杯紅茶 是最價格的台式早餐 不過環繞工作台卻是夫妻 加上婆婆三個人忙碌碌碌 原來人事成本高漲下 早餐店只好出動全家老小 自己經營節省開支 今天台的話 可能大概要四萬塊 因為現在都是小本經營 所以現在原物料又漲那麼 就是漲的幅度很大 對 所以我們就是自己做 不過餐飲業難請人 已經不是新聞 很多業者不計成本 想葬壽司計8.1萬 爭儲備幹部 鼎泰豐服務員則是5萬元起跳 一份能力 一份的技能 一份的行資酬勞的 有能力做多少能力的事 多少能力的薪水 但同樣是服務業 這行卻依舊慘兮兮 美麗山景 高級SPA 人潮卻空蕩蕩 因為大量出國潮 國旅真的扶不起來 現在參勝三成 導致近期飯店業 下渡 雅都立志 副業等 9家觀光參旅院 員工平均薪資都不到50萬元 折合月薪只有4.16萬 業績縱減 薪水待遇當然高不起來 更不用說和旅行社合作的觀光餐廳 更是殘不忍睹 再下去國光參旅低性 恐怕成為難以改變的惡性循環 端菜循環 黃蜂蕩 羅瓦 今天台北報導